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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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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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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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看 收果子的时候代表什么 收果子的时候代表什么 收果子 是不是 到神要属灵的果子的时候 对不对 这是属灵工程得要属灵的果子 葡萄园代表什么 神的家 神的家既然种葡萄需要收果子 就是到了收属灵果子的时候 代表 代表 葡萄园代表什么 神的家 到 收 属灵的果子的时候 是不是 到这个时候 他在打他仆人到圆湖那里去 仆人是谁 仲仙知 仲仙知 对不对 这是第十 打他仆人 仆人代表什么 仲仙知 仆人 仲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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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第一 圣灵的脖子 它有没有 有没有忍爱 有没有喜乐 有没有和平 有没有忍耐 有没有恩慈 有没有良善 有没有现实 有没有节制 这圣灵的脖子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 这圣灵的脖子没有 有没有福音的脖子 没有 这为什么没有呢 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来了 祂就是葡萄园的主人 祂站在这个世界中间 是不是 他以肉身显现 他第一 倒成肉身 就倒成肉身 在以色列国 是不是 那么今天 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 没有果子呢 果子哪知道 他们不结果子 是不是 耶稣多姿多方的 用无花果树 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做品 就是要证明什么 犹太人是个不结果子的树 没有好果子 他为什么没有好果子呢 有肉体 有律法 靠律法 不靠福音 不接受耶稣基督 不接受神的儿子 信神守律法 能不能接受果子 这个信心是没不结果子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没有好行为的信心 是不是 所以呢 第三点 第三点 他这里面 圣灵所结的果子 他们里面没有 是不是 福音的果子有没有 没有 没有果子 要什么没有什么 对不对 那么最后呢 他靠着律法 接受好果子了吗 没有 没有好果子 靠律法 没有接受 神所要的果子 对不对 他说好行为 天天要求好行为 好行为有没有 没有 好行为的 有多少人 要求好行为 没有好行为的果子 圣灵也没结果子 福音果在那边 好行为也没有 所以它是什么 树啊 是什么树 坏树 坏树结出什么果子 坏树 好树结出什么果子 好树 好树不能结 坏树也不能结 好果子 这是一个不结好果树 到收果的时候 收这些果子 有没有 没有 圣灵所结的果子 人爱喜得和平人 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 解枝 在他中间找不到 他们也不是传福音的 他非但不传福音 耶稣来了 他成为拦阻福音的人 别近距奥 所以他成为拦阻福音的人 他们天天守立法 有没有好行为 没有 没有好行为 所以没结束这样的果子 到收果子的时候 去要果子 他们非但交不出来果子 因为他交不出来 是不是 他没有这些 他交不出来 他就怎么办 毕波 杀害 要什么果子 哪来果子 是不是 他本来不能结果子 是不是 好 开始 他们就开始动手脚了 就开始 谋害 再看 再看 颜慎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拿住仆人 带了什么呢 抓住 是不是 拿住是抓住意思 是不是 拿住仆人 代表 一说拿住了 那就 那就怎样 抓住 抓住 拘留了 是不是 把他抓住了 把他捆绑起来 是不是捆绑 代表 捆绑 是不是 第十三 哪个仆人 打了一个 打代表什么 打了一个 代表什么 逼迫 逼迫 逼迫谁呢 先知 逼迫先知 杀了一个 杀了一个 先知 是不是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杀了一个 先知 杀了一个 是一个吗 不是 杀了一个 是代表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代表什么 杀害先知 杀了一个代表 杀害 先知 先知是谁采取的 神采取的 神采取的 往下看 用石楼打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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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石楼打代表什么 犹太人的 按律法 定 先知 死 死罪 按律法 杀了一个 按世上的人 杀了 打了一个 最后又 用石楼打死一个 拿石楼打 代表什么 按律法 拿石楼打 律法会定 无辜人的罪吗 这就说明 他们在乱 乱用什么 乱用 律法 拿石楼打死一个 一个代表什么 代表 代表什么 监制 纤之 荽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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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節濫用律法 定義人的罪 是不是濫用律法 拿石頭打誰代表濫用律法 定誰的罪 義人的罪 耶穌講的話是有用的 他們殺人的找人依序 他們守不守律法 守 但他濫用律法 濫用律法 你看 哪種仆人 收果子收不正常是要果子 要果子 主人打發一個仆人 去到收果子的時候 廣東要果子 能不能拿出果子 拿不出來 他們是不是租戶啊 是不是租的葡萄園 租的葡萄園 這個葡萄園是不是他的 那今天應用是怎麼應用的 今天整個普世教會有很多人 是租戶 一說租戶他就不是這個葡萄園的主人 是不是啊 你今天是不是葡萄園的主人 不是 你是葡萄園 你是神家裡的 你是兒子 這就分明他是奴仆 奴仆 奴仆不是這葡萄園的主人 神臨時給他監管他 這葡萄園臨時租給他 就像怎麼呢 我今天租的房子 和你家買的房子 一不一樣 租的房子不是你家的房子 你可以有住的權 在租這個全線中間 時間全線中間 你可以有住的權 你有沒有賣的權 沒有 你沒有賣的權 你沒有拆遷的權 沒有 沒有拆遷的權 你有沒有隨便改遷這個房屋的權 沒有 改社 改這個施工 有沒有權利呢 沒有 你沒有權利 你只有什麼權 租的權 你有住的 在臨時 按照合同 在租的這個過程中間 你有這個過程中間的 什麼權呢 住的權 沒有什麼權呢 賣的權 還沒有什麼權呢 改 改造的權 是不是 你隨便在屋裡改造 可以不可以的 不可以 如果要改造 你得通過 那個 房主的同意 是不是 不然的話 你自己隨便改行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一說租戶就是就約的 就約所有的人都是租戶 這是神的家 他屬於租戶 既然是租戶呢 那麼他就是一個 租賃者 是不是 他是租賃 他是租賃的房 你沒有資格 來超全這個房屋 權 是不是這個葡萄園 不是你的 是誰的 是天父的 是不是 最後 難死都打死一個代表 什麼 殺了就行了吧 但他這裡不說殺了 他說難死都把他打死 這就說明 他們經常就濫用律法 對不對 因為 今天在教會中間 他們濫用 是不是 律法 濫用 叫聖經中間的話 來定別人一端 對 濫不濫用 神拆遣人 穿正道的 他不聽 他說一端 對 濫不濫用啊 濫用 濫用聖經 濫用什麼呢 濫用律法 有些人濫用律法 今天 營用在教會中間 他們也在濫用律法 是不是 律法都要成全 濫不濫用 濫用 他們拿著律法定別人的罪 他拿著律法定教會定用主人的罪 他拿著律法把人定一人的罪 今天他們也拿著就業的律法 也定新約人的罪 是 不守十一奉獻 一手咒 辣不辣用 辣不辣用 咒不辣用 咒不辣用 跟他們拿石頭打死的 跟他們一樣 一樣 一樣 他也逼迫你 他也要瑕疵 下面手下 但是這些人 拿著律法濫用去 來打 定一人的罪 合理不合理 我不合 要把這些經文應用在今天教會中間 教會中間現在也有祖父 但我們不是祖父 我們是葡萄園中間的枝子 是 就沒聽明白 耶穌說 我是葡萄園 你們是吃的 是 你們是吃的 是接果子的 是 是不是 是 你不要亂用 因為不能往我 我們不是租戶 我們要是租戶的 這就說明我們不是神家裡的 這個租戶是什麼 今天有沒有租戶 有 有 神臨時租給他們 神許可他們的存在 他們到教會裡來幹什麼來的 不接我 都在肉體中間 都在生活中間 是不是 都在律法裡頭 都在就業裡頭 他們也是接續他們的祖宗 來租這個葡萄園 葡萄園代表教會 他們也來到教會中間 也幹這一組 跟他們祖宗一模一樣的 成為了祖父 是不是 監管人 是不是 他們的祖父到天國 到國外去了 代表已經在天堂上了 是不是 受果的時候 神也要要果子 要要果子 要 那好處能結好果子 壞處不能結好果 神跟他要果子的時候 他能不能拿出來 他拿出來 神就打發仆人去收割 去收那份果子 去要果子 打發先知來 是不是 一收果子 他拿著仆人 就開始逼迫 是不是 今天 咱們傳正道 正是要把這果子顯示出來 是不是 但他們沒有果子 他就開始逼迫你 你在講的時候 你在講真道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逼迫你 是不是 講真道的人才能信真道才能結果子 是不是要果子 但他們信假道有沒有果子 沒有 沒有果子 他們就是那個兇惡的緣戶 兇不兇惡 太兇惡了 他們 在網上攻擊不算 在地面上攻擊 全 這是社會人 是不是 社會人講不講理 講理 教會人講不講理 不講理 不講理 為什麼 為什麼呢 社會人 社會人為什麼講理 不懂 他不懂嗎 他不懂 他調查一下 他調查完了之後 他才能跟你定成一串 他對東方閃電 那社會人都調查完了 他定成東方閃電 是什麼教 邪教 邪教是不是 他調查完了才定成邪教的 他不隨便定邪教 他調查完李弘志才給他定成邪教的 講講理 社會人講理 到教會裡都不講理的 你現在教會本身是講真理的地方 是不是 講真理的地方講不講理 教會本身講真理 用不用到講理 但相反社會講理 教會不講理的 原因是因為在教會這群人是諸戶 現在教會很多領頭人是諸戶 是的 不是在教會神家的主人 他也沒明白救恩 神也沒開啟他們 他們比社會的人更怎樣 更凶 凶不凶 凶不凶 凶 他拔了你死了 你誰轉正道 真道你就得死了 就跟他們一樣 拔了他拿石頭打死你 假如這是救援 國家要允許打人 第一個教會出現的那些兇惡的援護 就是把我打死 你信不信 加拿鎮那個國家要許可打的時候 這些人出來就把 把我打死 你信不信 他們會想方設法 這就應用在這個金 天這個世代中間 這些兇惡的援護 不說脫生啊 他們又來到這個世界 他的後代又來到這個世界 就是這群兇惡的援護 他們的後代又來到這個世界 換糖不換藥的 從以色列來移到中國來 都是他們的後代 他們是殺害先知的後代 耶穌已經告訴他 你們就是殺害先知的後代 是不是後代 是不是 他說你們的祖宗怎樣 你們也怎樣 這是耶穌說的嗎 你們就是殺害先知那會兒 修飾先知的墳墓 是不是 他們自己承認 要是我們在這個時代 我們絕對不殺害先知 是不是 所以他修飾先知的墳墓 證明什麼 他們是先知的後代 他說這話證明他是先知的 不是他們是那個兇惡的後代 是不是 他們兇惡嚴護的 就逼迫眾先知的後代 他們不是先知的後代 耶穌就講這話 說比喻 多次打比喻就是要顯示這件事 他打比喻我就講了多長時間了 還一直在講這件事 因此為什麼多次多方地用 比喻來講這件事 就顯明他們今天 這群諸戶變成宣諾多主了 是不是 他們自己把自己 變成主人了 他們明明是諸戶 他不認識神 他教會中間充當教會的主人 上北京呢 有幾個牧師上來去查聖經 我拿著一本聖經 他們拿這個 筆記本 查聖經 因為他找不著聖經 就靠筆記本 他就查到哪 他說 那個聖經 是不是 保羅 我說保羅從來沒有說到 我說認自己的罪 他說 有啊 我說在哪 加拿大叔 我說加拿大叔哪一張哪一些 哪一張 大便的 打了半天沒打出來 我說別找了 加拿大叔沒有 旁邊在這 不在加拿大叔裡 在約翰一叔裡 這個 咱就不查這些經歷了吧 咱們這樣吧 我跟我的信徒說一說 我說 你說什麼 誰是你的信徒 他說那是你的 我說主的 他說他跟他的信徒說什麼 我正好在那講道 他說那群信徒是他的 我說你們是他的是主的 他那臉他就主了 是不是宣兵得主了 他把自己當成是 這教會的主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這麼賬 是不是 賬不賬 這葡萄園是不是他的 不是 霸不霸道 簡直就是盜壘 是不是 就是強盜 一伙子 一伙子 他為了霸佔 所以他主財前的先知 殺了 打了 逼荒 趕出去 是不是 再財前一個 又打了 又打了 照前面一樣行 他們怕不怕神啊 不怕 不怕神啊 我心裡 你們有時間到那個三次會堂裡頭 去過了 你到那裡去 你說牧師啊跟你說件事 或者是掌擾啊我跟你說件事 你可以問問他 你說 王一浩講的 道對還是不對 我應不應當聽 你看他這反應是什麼 不對啊 一端 不對 一端 兩個手 不對 不能聽啊 那是一端 牧師你聽了嗎 我不用聽 那你不聽你怎麼知道是一端呢 因為他查聖經 所以他是一端 他是一端的查聖經 哦 那查聖經就是一端 不查聖經就不是一端 是不是 對 不查聖經 是不是 他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他比如說傳正道的 這聖經裡也有 天撒文家後書第一章說沒錯 比如說傳正道的 誰傳正道的就比如說誰 因為他到教會裡不是去傳道去 他幹什麼 我說了好多次 他們去敛財去 有些人是貪愛錢財 他們到教會裡幹什麼去 敛財的 你說你今天你把鄧道傳給他呢 他能接受嗎 先知來了 要指的是憂華的話語他能聽嗎 他就明明是憂華的話語他也不聽了 他非但不聽 逼過先知 殺害先知 是不是 不讓你今天在教會中間 把憂華的話 宣講給那些屬於憂華的百姓 所以因為他是什麼 援護代表什麼 代表 代管人 代管人 代表 監管人 是不是 就是監管人 監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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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的監管 臨時的監管 是不是啊 然後現在呢 他就把自己當成什麼了 主人 我就是這葡萄園的主人 這葡萄園是我的 你問他是他的 能拿出仿照嗎 葡萄園的照片拿出來 地氣能拿出來 土地使用證能不能拿出來 要什麼沒有 那麼就像 你要試他的 能不能拿出果子來 但送果子的時候 管他要果子 能不能拿出來 因為他是不接果子 他管著葡萄園 但這些葡萄園 為什麼葡萄園不能接果子 原因是因為他不 他不是在管理著葡萄園 不叫葡萄園 葡萄樹接果子 對 這麼一群不接果子 種 是不是啊 不接好果子 不讓接果子 誰要聽到他 聖經說 他們不進天國 正要進去的人 他們也拦住 不讓進去 就這麼一個人 現在有沒有 有 現在普世的教會 有很多的 號稱為是教會 實際上他講的不是真理 講的不是聖經 亂講幾個講 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意願講 所以一講錯不錯 錯了 錯了你把對的講給他 他憨死你了 他憨死你了 他憨死你 他為什麼憨死你 那我都講過了 聖經怎麼都聽見我講的錯呢 你在講對的之後 我的面子怎麼辦呢 我們就沒面子了嗎 我要沒面子 你今天 你跑這裡來 你對我錯 是 你對我錯 那我也告訴你 告訴這些百姓 你們 你錯了 為什麼你說 我要不這麼說 我就沒辦法在百姓中間 站在那裡 我的面子就沒地方放開 所以你應該死 我也說你錯了 所以我叫什麼呢 我姓賴 他就活上用賴的方法 顛倒是非 顛倒黑白 顛倒是非 這叫弟兄姊妹 信他的 別信別的 包括你今天信主的 他都不讓你信 你信神的道 你說這是主說的 那不行 那信我的 天主教的那個東西 就拿出來 天主教的教皇 是最高的權威 是不是 天主教是不是教皇 教皇是天主教的什麼 最大的 最大的 天主教說的話就是絕對真理 他不管那聖經說有沒有 他說的話就絕對真理 他可以在教會中間隨意的設立什麼 信條 他可以隨意的設立信條 所以你信就信他的信條就行了 他們聚會的時候從來不宣布聖經 他們是把信條把頭 教皇的信條宣布一邊就行了 從來沒有先我們說認真地查到聖經中間的筆 他們看見筆跟他不懂是什麼意思 所以天主教教皇所設立的信條就是至高誤上的 他有這個 他有這個在教會中間有這個至高誤上的權力 他是第一 是不是啊 下面還有緊接著還有 是不是啊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叫所有的人 不聽真理只聽他的 他是王 為什麼叫教皇 教皇 你看他超過 超過什麼 上帝的 超過皇帝 地上的教皇 知高誤上的 連神的話都沒有他的話 最有權威性的 所以他教導下面的人都聽誰的 他的信條 你們信的信條 很多的信條都是從天理教引用來的 是不是啊 他們也 忏偉 買熟悉 對不對 忏偉買熟悉 還有什麼 彌撒利 做各樣的 這福 那福都天理教發明出來 耶穌就長得可美了 畫得可美了 那都他們發明出來 他不認識耶穌就把耶穌基督美化成什麼 一個美男子 手裡抱了一個綿羊 這邊拿一個帳 一個綿羊 一個帳 一個小綿羊一個帳 是不是啊 把耶穌畫得可美可美的 一進入了 耶穌在十字架上 絞形架那絞形的 所以人信的信徒呢 直接對耶穌的畫像就開始歸拜 你有什麼願意許一許吧 像誰許願 許願對不對 不對 就像 十字架上那個 那假耶穌去許願去 你今天信的哪個耶穌 十字架 還在十字架畫的 已經下來升到高天了 從死裡復活 升到高天 那一位救我們脫離江外奮鬥的耶穌 是 是不是啊 所以呢 這凶惡 援護的比喻 就應用在今天的教會中間 當時是以色列民 現在是在教會中間 在工會中間 在會堂中間 他們掌管了整個會堂的絕對權 這就把這個神的家當成師父 我的信徒 我跟我的信徒說一說來 那些人 那些信徒說 我們不是你的 我們是基督的 他的臉刷就紅了 因為七個學員 七個人跟我一個人 沒編成錄過 可惜的是 那一場 那場錄像沒錄下來 要錄下來你說多好吧 在那放一放你聽一聽 他說我的信徒 我的羊 他說我上北京那地方去偷他們羊去 我說羊是主的是你的 這麼不要臉 這麼不要臉 要不要臉 這不要臉 簡直不要臉透頂的 誰的羊 主的羊 我們是誰的信主 主的信主 是不是 我們不是人的信主 你們是眾家買來的 不要做人的東徒 是 你們既不屬保羅 又不屬亞羅羅 也不屬基法 對不對 你們是屬基督的 對 你們更不屬於 王永浩的 誰要說你們是屬王永浩的 是 誰要說你們是屬王永浩的 是 你們是天國的子 是 你們是耶穌基督在 屬的下 用眾家保學買來的 你們屬主不屬哪一個人的 是 任何人把你牢笼起來 叫你們屬於哪一個人 你們都不會聽從他的 是 會順同的 是不是這樣 那麼這群人 就想把整個葡萄園 切為己有 是 切為己有 是不是盜賊 是 是不是過去那個胡子 是 什麼叫胡子 就是戰山為王的那種 想馬是不是 那叫胡子 土霸王 土霸王 對不對 他們就想把神的葡萄園給佔給他 神必須建造葡萄園 做給他 他是一個祖父 是不是 他是臨時監管 他 他並不是葡萄園的主人 臨時給他管 但他今天 卻把自己當成是什麼了 主人 主人 神管他要他都不給 何況我 是 耶穌說我來了 他都逼迫何況你們 所以他是不是逼迫人的 是 我們看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是 好的嗎 第十八章十五章十八章 好的嗎 好的 世人說 世人說恨你們 你們知道 恨你們以前已經恨我了 連神兒子他都恨何況我們 是不是 耶穌說 恨你們以前早已恨我了 為什麼恨你 因為你來管他要果子他不恨嗎 因為你來要收神所當得的那一份 他不恨嗎 恨不恨嗎 今天 你傳正道要把那些神屬於神的果子 屬靈的果子 重生得救的果子 歸給神 他能幹嗎 你要走了把這些人要走了 他 誰給他奉獻呢 是 正如法利塞人說 你行了許多的 他行了許多神蹟啊 人都跟蹤他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這嘴誰供應 我們還有叫做大肚皮呢 花肚皮呢 這誰來供應呢 他們到教會裡幹什麼去了 為哪 有許多人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是不是 他們到教會裡 絕對不是要帶領弟兄姊妹進入生命的 他不跟你講生命之道 我這麼講 類似他他也講不了 是不是 我這麼講到現在就類似他們 他們也講不了 我們這個講道 使神所當得的果子出來 他一看你要果子來了 不逼迫你逼迫誰 你把那些人 有生命的人帶出來 叫他們信真道 氣死他們 把他們眼睛都記歪了 他想辦法設法要幹什麼 逼迫你 有一天有機會都殺害你 說沒說 是 世人恨你們 你們知道 恨你們以前 早已經恨我了 這是耶穌親口說的話 沒恨你們以前 早已經恨我了 為什麼要恨你們呢 因為 反而要立志進錢 在世上進錢 都要受皮破呀 是 保羅說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被我開了 阿妹 並且反對的人多不多 多 這個門是寬大的又有功效的 是 一旦你把這個門開了 進去的這個有功效的門進去的人 是不是 就要受到逼迫的 反而立志在基督耶穌裡 敬錢動手都要受皮破 是 你記住 要真正敬錢的 這就是果子 要真正屬靈的 這就是果子 要窮生得救的 這就是果子 要真道聽盡真道的人 屬於三的兒女 所以你把這群人帶出來了 他們的經濟受不受到了威脅 斷門斷了他發財的路 斷了 有的人 潘子民 已經知道那個人 還有孫力兄知道那個人 聽完我講道了 王力兄你講的道是世界最棒的道 我這麼多年我都沒聽你講這麼好的道 世界最棒的道 但我不能記太遠了 因為你不講什麼了 十一奉獻 我講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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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沒講什麼 哪個奉獻 十一奉獻 我沒講十一奉獻 當你不講十一奉獻 我就不能解開你 因為你斷了我發財的路 後面這句話是我講的 他就這麼說的 他說 你講是世界最棒的道 你講救而是無比的 但你不講十一奉獻 我就不能接待你 意思是說 你斷了我發財的路了 後面就加六個點 那六個點代表什麼 六個點代表什麼 這六個點代表什麼 省六號 我不能接待你 你講師 道士 舊文士講師就最棒了 再也沒有一個能超過你講的 但最後呢 我不能接待你 原因是因為你不講十一奉獻 後面六個點 你能知道這六個點後面 他的含義是什麼 你斷了我發財的 你聽聽 他知不知我們講的是對的 知道 知不接待的 不接待 凡是今天為十一奉獻不接待我的 都不是家主要的 都是對兇惡的原本 是不是 都是這兇惡的原本 因為 你要為我講錯道了 不接待我 我心甘樂意他 是不是 但你不是因為講錯道了 你因為我不講十一奉獻 我可不能欺騙弟兄四輩 我一面講甘心論意 一面講十一奉獻 十一奉獻不是甘心的 是立委之派 你不奉獻就得死 就得受咒阻 我不能跟弟兄四輩講這話 對不對 我講的是 聖明感動你就奉獻 你得獎賞 得冠冕 好不好 我講的是被聖明感動的奉獻 因為你是尤大支派的奉獻 我講的不是立委之派的奉獻 沒被聖明感動 是日本鬼拿刺刀 炸你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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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鬼今天叫你當勞工 拿著刺刀槍對著你的後胸 炸一下 去不去當勞工 去去去去去 黃泉獻 你答答的 好的好的 我也是良民的 我服從 是不是啊 你就甘心樂意去當勞工 是甘心樂意嗎 是嗎 逼著 因為不去後面那個 那個刺刀 就從後面那個人炸進去了 是不是啊 你就得去給日本鬼當勞工 當地甘不甘心 不甘心 當地樂不樂意 不樂意 當地 是不是啊 當奴才 是不是啊 你不當就炸死你 吃刀槍就從後面進去 前面出來 就得去當 是不是啊 真正的奉獻 不需要這麼逼迫的 猶太人為什麼拿不出國菜 因為他 看守葡萄園的時候 不是個中心有見識的人 對不對 既然不是中心有見識的葡人 這葡萄園結不結果子 一定不結好果子 被蟲子全都咬了 是不是 他不管葡萄園 葡萄架子結不結葡萄 他就看著去 給我工駕就行 是不是啊 他要的是工駕 但這次 仆人來要的是什麼 葡萄 那麼那拿出來 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好果子 拿不出來好果子 怎麼想的方法 拿不仆人 然後呢 逼迫先知 殺害 是不是 殺令的代表什麼 殺害先知的 中台 拿手打死代表 拉一人律法 來定一人的罪 往下 再看這三經文 十五章 所以耶穌在這裡說 世人恨你們 你們知道 恨你們以前 已經恨我了 你們要屬世界 世界就必愛了 世界必愛屬自己了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 乃是我從世界中捡下了你們 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你們說 今年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 仆人不能答應主人 你們說 他們要逼迫了我 也要 逼迫你們 逼迫你們 遵守了我的話 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但他們 他們 因 我 我的名字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 就是逼迫你們 殺害你們 是不是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不認識那猜我的 是不是 不認識那猜我的 我若沒有在他們 沒有教訓他們 他們就沒有罪 但如今 他們的罪是無可推諱了 耶穌在他們中間教訓他們 他們的罪是無可推諱了 不可推脫 是不是 恨我的也必恨我的父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 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 他們就沒有罪了 但如今 連我 與我的父 他們也看見也恨我了 他主要不是恨我們 他是因為恨神 是不是 因為他屬不屬神 耶穌說他們是屬誰的 屬魔鬼 這事情臨時地 握在魔鬼的手下 將來上帝要把魔鬼的全面 跟他奪去 那麼現在呢 這個葡萄園就臨時監管 在魔鬼的殘疑的手下 我再說一遍啊 我再說一遍 上帝 開始許可一些人 握在魔鬼的手下 現在進教會裡 當牧師當長老的 不一定 是上帝興起的 我講黑暗長相 不知道弟兄姊妹誰 經過的 現在教會中間 就是那些個敛財的人 到教會中間 他們是屬誰的 他們到教會裡幹什麼去了 敛財 魔鬼利用他們到教會牢籠 是不是牢籠啊 牢籠什麼樣的 牢籠一批人 把這一批人牢籠在他們前下 別聽真道 別聽真道 將來下禮 聽到真道就上天了 都在這兒牢籠啊 隨意奉獻 過這個節 過那個節 你看你們心裡不高興 過節多好啊 別聽真道 聽真道了 不如過節好啊 感恩節 聖誕節 什麼愉悅節 什麼復活節 什麼受難節 什麼這個節 那節 這過節多好啊 過節比聽到更好 過了 過了 過死你 是不是啊 過死你啊 過在肉體裡過節了 世人過節 人也過節了 對不對 都在節日裡活著 活在哪裡啊 活在節氣的氣氛裡頭 並沒有活在聖靈感動裡頭 對 並沒有活在 基督的真道裡面 沒有真道 你別聽真道 你聽真道就上天堂 過節期 就用節期 挑動你裡邊這種氣氛 肉體中間 這種情緒上的氣氛 所以你永遠聽不到真道 過一天 還這樣 再過一天 還這樣 十個牧師去講十個樣 假如這個教會有三十個牧師 有十個牧師 不用三十個牧師 十個牧師 這個教會中間 所有下面的信徒 永遠不會明白真道 我敢說 永遠不就明白真道 神為什麼歷史內心先知就星期一個 一個時代就星期一個 你講過有十個 這教會算完蛋了 是不是 這教會一定會完蛋的 這個牧師來講一個課題 我現在講這個課題 講多少多少 三十多講了 是不是 我講了三十多講 一個牧師來講 講一個課題 忍耐 下牧師來敬善生活 下屬靈善生活 再下牧師講什麼 講什麼 講夫妻生活 再下一節講什麼 跟上生活 乘上路 走乘上路 你一輩都不會明白救恩的 你一輩都不會明白救恩的 這一群被牢籠在那裡一輩都不會 永遠都不會明白救恩的 那個講罪 是不是 講怎麼樣 耶穌保險 永遠洗醉 耶穌就掛在十家 你不下去了 就掛在十家 你什麼時候犯罪 什麼時候留 耶穌保險就掛在十家 你這一輩都不能明白救恩 我講哪個題目小於十家 我講哪個題目小於十家 少於 我講這一個題目就是 都十講以上 十二講以上 十三講 十五講 是不是 都得這麼講 你才能明白 我得講透 才明白 是不是 我講最起源在哪 根源在哪 最給人帶來的後果是什麼 最是如何處理掉的 怎麼處理 是不是 我講得清清楚楚 把他最講清清楚楚 丁又準備恍然大 我從前弄在罪裡頭 是不是恍然大了 是不是 他們不是這樣 今天講醉 像隔著褲棉褲挠癢 永遠摸不著 是不是 你隔著褲挠癢 試試看 這就癢癢我挠一挠 那能挠癢癢 還相反有一個人挠癢 怎麼挠的 他自己屁股癢癢了 正好跟他一起睡覺 他挠了人屁股 怎麼挠不接癢 就把別人屁股挠出血 他自己還沒親癢 今天就給人親癢 就像挠別人屁股一樣 自己屁股癢癢 挠別人屁股 怎麼挠也不行 挠了滿手都是血 把那人挠疼得醒了 醒了 幹什麼 是不是啊 今天那是隔著褲子 腦癢癢癢那個人 下面的信徒永遠也都得分道 因為不解癢 是不是啊 不解決實質的問題 不解決生命的問題 現在教會裡不缺 什麼呢 不缺這個儀式 不缺信徒 不缺外話 不缺地點 不缺那些個 這個節氣那節氣 這都不缺少 教會裡缺少的是道 缺少真道 不缺少傳假道的 他缺少傳真道的 是不是啊 教會裡現在就缺少了 那些人全在那傳假道 你把那些人一糊弄在 簡直的 這一被糊弄 就牢笼那些人 把那些人全牢笼在這裡糊弄他們 直到終死那天 眼睛都沒閉上 人在別人死的時候 地上癢他死的時候 眼睛嘴髒 這眼皮 抹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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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死不明明 為什麼 沒得到救恩 現在一輩沒得到解 別死的時候 閉不上眼 今天 我們就算離開這個世界 眼睛閉上 是的 而且帶到笑容 對不對 因為得到救恩了 這樣的救恩 歷史裡的那些 許多的人 上古時代想要明白 確實不能明白 今天卻將你明白 是不是 我跟你講的一個 是別人所不知道的 很多人所不知道 那些有權有貴的牧師長老 在前面耀揚威的 是不是 耀揚威 不知道自己全都高地多厚的 東南西部都找不著了 這大伙一捧他 這牧師真好 這牧師 找牧了 這牧師 那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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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這咋老 這咋的真老 滿臉都周恩那個老 是不是 他就高興了 好 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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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